接下來我們要上個內容叫做接地 接地的訊息是我們講過了 我們當初在教感應起見的時候 有個動作就叫做接地跟地球連在一塊 然後呢 當時跟各位講 上課講解方便起見的說法叫做 不被吸引的會不見 會跑掉對不對 但事實上會動的是負電在動嘛 不受吸引的人就會不見 所以碰一下我們這個證件就跑掉了 那證件就不見了 跑掉了 那麼因為我們會假設地球是一個無限大的導體電容 它可以裝很多很多的電也不改變 丟很多很多的電也不改變 所以呢 就把它接去跟地殼 然後因為是過去就沒有什麼變化 就好像沒有電壓一樣 沒有電壓一樣 當作是零 當作是零 沒有東西 所以這動作叫做接地 那我們很多電器都要做個接地的動作 為什麼要做一個接地的動作 避免觸電 避免觸電 假如說你不小心漏電了 或者是怎麼樣 那麼下面的右邊是沒有接地 沒有接地的話 那你的電就會 那你碰到它 你的電就經過你跑下來 你就變成所謂的導體 然後你就觸電了 所以這裡畫一個符號表示 Saiyamana 再見 再見了 那你就不見了 你就不見了 那如果你有接地的話 那漏電就跑到地球上來了 你碰到它你就沒事就安全 所以我們考試有人問過你 我接地是要做什麼用途 我接地的用途就是 萬一有漏電什麼之類的狀況的時候 避免你發生觸電的危險 避免你發生觸電的危險 就算它還是有免電 因為你接地了 大部分都已經喪失 電壓也不大 所以傷害就會減小 我講過了 讓你觸電的是電壓 電死你的是電流 OK 假如說 接地的用途就是 減少避免觸電的危險 那麼 所以這樣的機器上面 在圖上面 那我們講過火線是有電的 所以我們的開關放在哪邊 開關是放在火線上面 保險師未來會交也放在火線上面 然後呢 這個東西有個接地 接地下來之後呢 它就會 剛剛講過會避免 發生觸電的危險 你通常買的時候 這個大的電器要多一根 通常是綠色的 通常是綠色的 那個綠色的線就是接地線 那你回到家要怎麼做呢 方法一 你如果旁邊有插座 把它插在那個中性線的孔上 因為中性線是拉回變壓器接地的 插在中性口上面 那如果旁邊沒有插座 就想辦法找到一個大片的金屬 什麼之類的東西 把它揭在上面 揭在上面 讓它那個多元電可以跑到金屬上面去 就是所謂的接地 所以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去給你那條線 然後把它接地 你不會有安全 那我們講過的避雷針是名詞上叫避雷針 可是原理上是什麼 引雷針希望閃電打到避雷針上面 然後就接地 然後就通到底下的電網 然後把那個電給散開來 所以我們避雷針的原理就是要接地 然後把它拉到底下的電網 然後把那個電散掉 然後可以避免對建築物 或者是裡面的電器造成傷害 二人傷害 所以原理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我們有一些有壞習慣 剛剛不跟你講過嗎 正常的110度是兩孔對不對 那有人多一根圓圓的幹嘛呢 那一根就要幹嘛 接地 可是多那根就很難插 就插不進去 又要有特殊的套材插得進去 不然插不進去 所以有人會把它怎樣 折斷 就可以到處都可以插 這樣做是不好的 因為這樣就表示 你沒有做好接地的事情 那你就可能會發生觸電的危險 或者是有些工人外表上給你做了三孔 可是第三孔其實都沒有真的做好接地 那也是一樣的 就是好看裝飾用 但是你插上去之後沒有什麼用處 一樣就是容易會發生危險的事情 發生危險的事情 OK 那這裡就是 那是冷氣機 冷氣機是220伏特 臺灣有兩種形狀 上面 上面跟下面 有兩種不同的形狀 那麼中間那個洞 中間那個洞 那個形狀它有一點圓 那個洞 就是所謂的中性線 旁邊想過嘛 220的兩條接火線對不對 這邊可能就是所謂的接地線 接地線 中性線 接地線 接地 拉回去 然後它能夠變成 因為它的電壓比較大 比較可能會容易有危險 所以要做成三孔 中間那一孔就是要接地線 接地線 就是接地 接地線 拉回去呢 其他兩條火線加強220伏特 那它的形狀做的跟 一百一不太一樣的原因 就是要怕你誤用 好 你插錯了 插錯的話 電壓太大 V平方水啊 動力會變四倍 東西會容易燒壞掉 所以把它做成形狀不一樣 你插不進去 所以 把插錯形狀做的不同 就是避免你誤用 避免你誤用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接地 了解一下 接地就是跟我們的地球連在一塊 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做接地的動作 避免漏電發生觸電的危險 OK